海滩摄像头3块钱一个 监控主机40块钱一个 为什么这么便宜 那就是底下的这一堆 一共8个摄像头还有一个监控主机 但是没有显示屏 他原来是用电视机来做监控显示屏的 电视机他要留着用 都是整套的连支架一起拿回来了 供电的话都是集中供电 还有部分是独立供电 那看看这个 连保护膜都没有撕 我就不知道当时人家怎么装的 那这个就是他的型号 出厂日期是18年8月份 是一个模拟或同轴两用的摄像头 每个基本上都是这样 这一个是20年出厂的 这个奇怪了 一套监控下来有一些是18年出厂的有些是20年的 难道是后面加的吗 再看这个 看一下也是18年8月份的这个 镜头上的保护膜也是没有撕 就想问一句 安装师傅你是故意的吗 看他的尾线 这个是供电的 这个是信号线 这是转换器 通过转换器的接法 可以省时省力省成本 这里这两根线的话 就是同轴跟模仪 转换用的 分别可以接模仪的监控主机 这里还有一个半球的 还有几个独立供电的电源 这里还有一个集中供电的 看一下多大的 20安 那这里还有一个刚刚好当口里面的那个也坏了把它换上去用了 监控主机在这里 原装电源在这里 监控主机品牌也是海刊的 从名牌上可以看到是支持16路的监控主机 也就是说可以接16个视线头 打开盖子看看硬盘是多大的 可以看到它是一个两T的硬盘 但是好像不是监控中用的 硬盘上贴的标贴也是18年的 这样的话可以推断出这套监控 是18年装的 看这盘体上面的日系也是18年的 应该是18年装的没错 那整套监控的东西就全部在这里了 一共8个头加一个主机 里面包含一个两T的硬盘 能拆的能拿的基本上都拿回来了 就除了线 现在来通电看看 已经是正常开机进来了 但是这里要注意一点如果你去收这种 监控主机的话一定要问原来的机主 管理员密码还有那个手势的密码 免得到时候回来还要自己花时间去解开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话 像这个海刊的主机一定要让 原来的机主解开那个银石云 这样的话就不影响你二次 使用了 就现在这里 在我收回来的时候已经叫原来的机主把 他绑定的那个客户端已经解除了 这样的话这个机器就不会影响 二次的使用了 如果不解除这个板定的话 这个远程监控或者查看的功能就使用不了 而且现在想解除这个板定的话也很困难 看这里没想到他还是个三合一的监控主机呢 三合一的意思就是同轴模拟跟网络都可以支持 但是网络摄像机最大支持多大就不知道了 按照18年来讲应该最大支持的是200万线素 但是现在的话找个200万的可能有点难找了 但是呢现在的新的摄像头也应该可以用 把像素降低一点应该就可以 这些都是原来的资料 要把它清掉才行 接下来的工作呢就是每个摄像头来测试一遍 看看是不是好的能显示出来画面基本上都是好的了 那所有整套的东西就在这里了 包括八个摄像头一个直中供电还有几个独立供电 还有监控主机一套里面有个两T的 硬盘 3块钱一个回收 40块钱的监控主机还是海康卫视的品牌 你觉得划算吗 当然了这个如果作为二次销售的话还是比较难的 因为这个二手的话很少人要 拿来自己用还可以 因为他这个产是倒闭的了 我是来收他的电脑的 但是呢也顺道拆了他这套监控 还可以绝拆了他